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娜喜 今天分享的是19支浅绿色的指甲油 分为三组是色 第一组是日系指甲油,一共6支 第二组是国产油性指甲油,一共4支 第三组是国产水性指甲油,一共9支 我们先来看第一组日系指甲油吧 KAME N26已经推荐了好多次了 很显摆的浅灰绿 KAME N12比N26深一点 有一种很清冷的感觉 杜卡的N93是一个抹茶绿 它里面有很细的银色细闪 只有在阳光下才能看到一点 杜卡豆的限定N116 就是从这支指甲油开始 日系开始流行绿色配金闪 几乎所有品牌都出了一遍 因为太受欢迎了 所以今年4月份会复刻这个色号再发售 XL21今年的春季限定 沙子好图,流平信号,显色度高 总体表现都十分优秀 3.45是今年所有的春季限定里 我觉得最惊艳的一支 灰绿色里面有大量的金色偏光 还有雷射系闪 目前还没有发现有任何品牌 跟它有相似的色号 真的非常特别 日系里你比较喜欢哪个呢? 推荐KAME N26和3.45 第二组是国产优性指甲油 前三支都是BV的 都是绿色配金色偏光 不过绿色的深浅不同 09最浅,10最深 BV的刷子还挺好刷的,很加分 MUNI POLISH的绿豆沙多多 它加的指甲油质感比较粘稠一点 这四支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 个人比较喜欢BV的09 第三组是国产水性指甲油 Yumi的期待效应是一个浅草绿 Yumi的青色岁月是个灰豆绿 我很喜欢这个颜色,特别显气质 Yumi的烟沙衣室,一个橄榄绿 Miss Candy的斧柳,比Yumi的浅草绿深一点点 还挺显白的 Lucky Monster的401,是一个透色咸菜绿 透色不是很容易干 Lucky Monster 906,这个颜色我超级喜欢 浅浅的嫩灰绿色,上手超级显气质 还显得整个手都很嫩 雨季的核桃皮,一个很有活力的奶绿色 雨季的青桃,这个颜色比较秋冬感一点 前面两支都是亮光系列的,显色度很好 雨季的绿豆汤是透光系列的 透明感很棒,涂出来指甲很水润 颜色也很鲜 国产水星里面的酒汁,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 我比较喜欢Yumi的青色岁月 Lucky Monster的906,还有雨季的绿豆汤 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